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渣男丈夫很有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李文留下的大约10亿元人民币的遗产恐怕要落到她的腰包里 李文1975年出生,1993年在香港唱歌出道 她一直以阳光乐观的形象是人 直到她去世,外界才知道她有抑郁症 追求完美的李文,巅峰时期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演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签约索尼音乐》 成为第一位在国际上唱响的华裔女歌手 她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认识了利丰集团执行总裁 布恩斯·乐玉明,并在2011年在香港举行婚礼 当时的李文是全球女孩艳羡的对象 持续两天的婚礼耗资1.5个亿港币 Jennifer Roberts等好莱坞巨星都是她的做上宾,堪称世界婚礼 加拿大籍的乐玉明比李文大十几岁 事业成功的李文嫁给她,肯定不是攀上富商这根高枝 而是真的爱对方 以至于将她和前妻生的两个女儿视如己出 甚至有媒体爆料称,出于信任,两个人都没有签署婚前协议 这段持续了十多年的婚姻,成为了李文的噩梦 婚后为了能生出自己的孩子 12年间,李文忍痛做了9次试管婴儿,但始终都没有成功 她的付出不但没换来丈夫的关心和爱 反倒是她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的出轨 到后面几乎到了人尽皆知的程度 而两位妓女也选择和渣男父亲站在同一战线 这一点也令李文受到很大的打击 李文自杀去世已经足够令人伤心了 而更让人遗憾的是,是直到她去世 仍然没有和丈夫正式离婚 根据媒体报道及相关知情人透露 两个人已经分居两年多,目前仍在办理离婚手续中 两人的离婚协议还没有签署 这种情况很可能会产生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严重后果 按照法律,李文去世的时候 两个人仍然是夫妻关系 因此她的渣男丈夫乐玉明是李文遗产的第一继承人 她将有权利支配两个人的财产 如果真的像媒体爆料所称的这样 两个人既没有签署婚前协议,也没有离婚 那么李文所有个人财产都将归乐玉明所有 那么李文有多有钱呢? 中国台湾的媒体报道称 初到30年的李文身家超过40亿新台币和人民币10亿元 尽管媒体报道李文生前立过遗嘱 所有的财产都会留给自己的母亲 但一方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遗嘱尚未可知 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有这个遗嘱 遗嘱也只能支配个人财产 因为她和乐玉明没有离婚 所以夫妻共同财产肯定不会依照遗嘱之心 这时候就要看乐玉明是不是有良心 愿意将财产拿出来分一部分给李文的母亲了 但是悲观来看 从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出轨 完全不在意李文的感受 知道她有抑郁症还要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她 乐玉明又能有什么良心呢 更有可能会把钱留给自己和两个亲生的女儿吧 如果真是这样 李文在这场失败的婚姻中 不但丧了命财产也会归于他人 这确实是一段孽缘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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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